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澳洲呢 在澳洲当然是没有春节之一说了 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澳洲股市是照常营业开门 那么在美国股市冲上2万点的余威之下 澳洲股市在上周五呢 依然是保持了轻微的上涨 截止收盘呢 是顺利的上涨了0.4% 重新爬回到了5700点的上方 那中国方面呢 由于是除夕之夜 因此呢 这个股市并没有开盘 上阵和生成指数在上周五都是停盘休息 那欧美方面呢 整体变化均不是太大 除了英国上涨以外 上涨也非常之少 法国和德国分别是下跌0.3%至0.5% 美国三大指数呢 也整体上下的变化都在0.1%以内 在其他产品上面 黄金价格目前保持在1190附近不变 石油价格则有轻微下跌 跌幅为1.3% 目前美国油保持在53.5% 英国油则保持在55.5%左右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呢 我们来说一下对2017年的一个闪望 我们又知道呢 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 时间过得真快 光阴似箭 一转眼呢 又过去了一年 似乎上一年春节的时候呢 大家还历历在目 现在呢 这一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呢 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啊 这个 什么事啊 都来不及思考 一下就过去了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时间过得太快 而是呢 我们的脚步迈得太快 那我们呢 都是中国人 都是华人 我们知道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生个孩子都要指标 进入幼儿园得拖关系 小学就得考试 初中得考重点 高中大学就更不用说 一路到现在呢 都是存在于 强大的竞争环境之中 那这就逼着我们呢 其实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脚步呢 卖得快一些 跑得更快一些 希望可以比别人更早一点的 来获得资源 那么通过这么做呢 我们的确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知道中国的GDP 目前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中国呢 也是全世界唯一 第三个国家能够独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 但是在这么快的脚步背后呢 其实我们也失去了很多 从包括社会层面上来看 目前的大气污染 食品污染 以及呢 整一个社会 由于过度追求金钱所导致的信仰缺失 它是深深的在刺痛着我们 在路上的话呢 老爷爷老短的跌倒 没人敢服 这种现象呢 应该说是在过去几千年以来 都不曾出现过的 所以小到各个人身上 大部分的可能朋友们呢 都是急于忙于赚钱 忙于成功 没有时间呢 能够静下来 喝一杯茶 看一本书 写一幅字 所以我之前自己也是经常感叹的 这时间过得太快 后来呢 我就发现呢 并不是时间过得太快 而是呢 我们的心跳得太快 我们太想进步或者太想发展 又急于想成功 所以说 即使当我们的确是赚了点钱 升了值 或者是买了房 但是我们也将会因此呢 去失去掉很多原本 可以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回忆 所以我们扪心自问一下 在目前 在绝大部分的 我们这个年龄段比较成熟的 朋友们这个朋友聚会当中 你谈论最多的话题 是不是买房 是不是赚钱 是不是有项目可以投资 亦或是子女 在考上了好的学校 应该说 难道除了这些话题之外 我们就没有其他话题 可以聊了吗 那你是多么悲哀呀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高晓松啊 最近写了一首歌 他叫做 生活不仅仅只是眼前的苟且 他还有诗和远方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的节目呢 给大家除了带来一些金融上面的一些资讯 以及呢 可以考虑投资的这个产品之外 更希望呢 能够改变一下大家心中对于金融行业 啊 这个充满着臭同位行业的一种骗解啊 这种观念上的误差给予纠正啊 如果我们只是谈钱 那么也许呢 未来你并不会喜欢这个行业啊 因为呢 钱并不能抓住你的心 只有当你真正的对于这个行业中某些因素产生了兴趣 愿意呢 在不考虑能够赚钱的基础之上 依然去花时间去学习 那这个呢 可能才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的 那个诗和远方 所以最后总结下来一句话 作为今这个新年第一个节目的开始 那我们希望呢 首先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但是在希望在新的一年中 大家呢 脚步能够慢一些 能够慢下来 有时间呢 去回忆 你只有着有了时间 你才能呢 找到自己的不足 才能修正自己的错误 才能重新找到呢 啊 属于自己的 或者是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